日前華人權益促進會召開記者會宣布華埠、灣景區和田德龍區將獲得1,000萬元的撥款以擴大重要、寬頻網絡的覆蓋範圍 為服務不足的社區改善互聯網接入 其中三藩市華埠將獲得1,000萬元中相當大的部分 這些社區都曾受到數字紅線政策的影響 該政策令一些低收入社區或有識人種社區無法獲得充足的基礎設施 如高速互聯網等服務 這筆資金由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分配 屬於為三藩市Fremont和屋倫 擴大互聯網覆蓋計劃的一部分 投資總額為3,200萬元